周柏豪這日出席電台訪問宣傳新碟 他說其實新碟是結婚兩周年為太太準備的禮物 今次真是想死太太 是 兩周年的禮物 他未收到的 跟我自己都一樣未見過實物 現在是製作當中 但是非常期待 他雖然見過封面 但內頁有很多東西我製作了 送給他也好 或者代表這張專輯的也好 他都未見到 所以我自己都非常期待 繼早前在更衣室換衣服被人偷拍 最近拍蠔又被人侵犯私人 事源他去江門舉行巡場 用個人證件登記入住當地一間酒店 但酒店職員洩漏資料 令他的證件上的照片在網上瘋傳 非常驚訝和很不開心的是 為什麼酒店或者職員都能夠非常不專業 洩露住客的私隱 甚至乎其實是違法的 因為那是一個私隱的證件 其實是未經同意去刊登或者發表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一個錯失 所以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我覺得很不開心 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上一次在更衣室被偷拍 已經講過一次 現在再發生另外一次 我覺得必須再講一次 去提醒大家 這個年代科技很先進 但希望大家都能夠善用我們的科技 而不是亂用去傷害到人 或者傷害到自己 傷害到自己的價值觀 在更衣室被偷拍攝 在更衣室被偷拍攝 在更衣室被偷拍攝